今天呢我准备来做红烧钻鱼 这个鱼呢每次买这个一大盒子里面它是有四条 所以我今天可以做这两条 因为每次买这鱼的时候看上去都非常的新鲜 确实呢确实很好吃 因为我们家要吃鱼的话 就几乎就去买这种鱼了 因为这种鱼的鱼刺呢比较少 特别是小孩子刺 这个鱼呢它就刺就比较规整 它就比较都是大刺嘛 就中间一个大的刺骨 旁边就没有什么刺了 反正是肉也很鲜美 就比较吃起来又很好吃 所以呢这个鱼呢一开始来 我已经把它刮成了几个小条洗干净 有一点点小小的薄薄的那个小鱼鳞 你可以把它刮掉洗干净 它这里面其实都是很干净的 先切一点这个葱吧 放在一起 可以用 拿一张纸呢 把它这个表面的这个水分把它吸一下 所以等一下煎的时候呢 它也不会油啊到处乱飞 就这样 这样把它隔着在一边 我们开始来把锅 加热 加热 放进去 鸡蛋 鞋子 这里可以多加一点水 因为鱼肉要多煮一煮 时间煮的越长越好吃 味道就进去了 加点盐 倒一点淡的酱油 倒点生抽 酒量水 放一勺豆瓣酱 如果你喜欢吃辣的来 你就可以放那个辣的豆瓣酱 这样我们就可以盖盖子进行的煮吧 多煮点时间 好了 就这样其实就好了 因为水快干了嘛 把汤肉收汁了 你就这样把这个汤汁往这个鱼室里面浇一浇 这样就好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但是呢因为我们喜欢想吃热 直接就放在锅里面 就不需要再把它盛起来 这样就好了 今天呢我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 请大家继续关注北美生活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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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